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机车从斗南前往嘉义市要去参加由我们安利阳明嘉义教室固定都会举办的企业家培训班简称BTC 斗南到嘉义的这条路我至少走了十年 不记得我在满18岁的时候当天就考取了机车驾照 所以在高中毕业之后就开始在台义县省道上斗南到嘉义之间来来回回的奔波 小时候我们全家从嘉义搬到了斗南 但阿公阿嬷都还住在嘉义 所以三步十往嘉义阿嬷家跑就成了我的日常 后来当兵一年的时间绝大部分也都在大陵的中坑营区 也是每个礼拜都骑机车往返营区一直到退伍 然后开始经营我的安利事业 也因为我们团队的学习教室在嘉义 所以就更加频繁的往嘉义跑 到现在平均每周至少也有三天会来到嘉义吧 这条路让我闭着眼睛都能在脑海里走完 在今天的BTC课程当中有我要负责分享的主题 是探讨经营安利的准备工作 那我就顺便在路上和大家聊聊吧 其中呢对于产品的了解 制度的解说 公司背景的认识 还有企业文化的养成 其实只要在安利的环境当中就会慢慢学会 一点都不难 真正难的反而是心态上的建立与调整 你想跟大家都一样 还是你能接受你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也经营安利事业十年了 对旁人对直销业的误解所产生的反应 也见怪不怪了 选择最大的企业并与之合作 其优势就在这里 只要你想吃最天然的营养补充食品 想找最有效的净水器或空气新兴机 想用最安全环保的日常生活用品 甚至是想找最公平的创业机会 大家自然而然还是会找上我们 毕竟安利也六十多年了 同样的东西能经得起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考验 那肯定不是该的 重点是我们呢 你能接受这种与众不同的工作与生活方式吗 尽管在旁人眼里 对不用朝九晚五的上班 称之为不正常 终于进家意识了 这个礼拜因为开始有大面羊可以起的关系 我扩大了我的移动范围 也密集的拜访许多人 那也因为呢 有亲戚终于接受了我的建议 开始营养补充而感到特别开心 其实这一直以来就是我的日常 不断的把好东西带到别人的身边 进而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 甚至是改善身体健康 所以每一次的成交往往都会带来不少的快乐与幸福感 那也因为这个礼拜没有什么特别的画面 也没有新品可以开箱介绍 所以我才在这里硬是用闲聊与骑车的长镜头来撑这一集 不知道过一段时间后的我来看这一集会有什么感想 好了 我终于到教室附近了 现在大面羊羊要找个地方停车 又撑了我的新问题 以上呢 就是这个礼拜的无聊内容 如果这样你还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并且同步追踪我的Instagram或Facebook的粉丝专页 这一拜就先到这边 我是Brian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